马太方第24章第6至第8节 你们也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事必须有 只是末期还末有道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飞风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灾难如民作生产之难 在这次我们开始 因为研究关于我们何时被提 这个宝贝仔何时出生 他继续在咀嚼圣经里面 所有讲到关于这方面 这个日子的经文 去到主耶稣的时代 在他讲马太方第24章的时候 其实已经跟大人以利相差几百年 仍然是那一句 神一早已经在创世纪 已经设定了那个时间 但大人以利将它隐藏了 主耶稣基督将它隐藏了 但你会看到 一早这个时间已经设定了 已经设定了 但到这一刻 主耶稣基督仍然都没有讲那个日子 仍然是不讲那个时间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那个是没错 就如很多人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绝对不是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那一群 就好像主耶稣来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好像贼一样 因为那个日子是设定了 并且那个日子是隐藏了 是封闭了 是被那些 熬练 结白的人 那些懂得在神的面前成长的人 明白吗 那些是在神的面前智慧的人 但是恶人呢 就知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 他花了时间去行恶 但是这里你会看到 更加清楚 他讲到给我们知道 就好像我们昨天和大家分享 原来现在我们所见 为什么2009年 我开始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开始计算到 我们约率被提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所以我估计到 就说去到2012年 事实上在这里 可以给大家一些线索 其实我们被提的时间 如果以我所说的这个计法的话 是将弹以利 很多这些日子 在这些时间计算的话 其实我们大约是 2012年的12月21日附近 就是我不说是哪一天 在那段时间附近被提 如果按照这个计法 而这个计法是没错的话 因为我在 座着鸡翠房根本就没有很多图表 数值 就算简单来说 连一个加减数的公式 我都不可能在这里 写到给大家 但是主日就可以很详细 不单只是加减数 升降 节旗 我们对比所有 在圣经里面所说的 关于这个日子的经文 我们记住那一天 然后将所有数值 放下去的时候 你发觉全部都合理的 这个我们主日会详细地说 但是我们现在说到关于主 我们被提的那一天 那一天 没错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不是那个日子 那么简单 对于那个出生的小孩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他是能够 顺产 而不是流产 对不对 而实际上 当然那个日子是定了 但是问题是 你究竟是不是这个小孩一部分呢 还是你的信仰是流产了呢 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件事实就是 打从一开始 我去说这个日子的时候 我提到在启述第十二章 第一到第五节 那个过程 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日子 但是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他最想强调的一件事 就是原来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是撒旦会让很多人 在短短这个这么短的日子 是流产 OK 而流产的速度 竟然是三分之一的记录图 而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打从这个铲难的开始 我们知道这个铲难就是 在2011年的9月29号开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这段经文 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 一定是给我们这个时间 但是原来由这个时间 到真正能够被提到 当这个小孩被提到 之前 有三分之一本来能够上到天堂 这些基督徒 甚至当中是领袖 他们会跌到 他们跌到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不懂得 去持守他们的信仰 这个就是差不多半个月前 我们开始去讲的 这个题目 跟大家去分享的 内容 对不对 而实际上在关于这个概念 主耶稣基督 对于这个启述 第十二章第一至到第五节 是有一个这么详细的补充 就是记住现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 因为这段经文 去到第九节的时候 就更加详细给我们知道 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 雷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户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条龙 能够站在这个妇人旁 预备吞了这个小孩 他做了什么呢 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但是你要记住 那条龙就是敌基督 敌基督能够做到什么呢 当然他做了很多事情 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 铲难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蒙在鼓里 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 混混恶恶的 不是的 原来当这个铲难开始 我们看到各处有民要攻打民 各要攻打各 又有饥荒又有地震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铲难的时候 你要知道 敌基督会用他很多这些方法 我不知道他用人造地震 人造暴动 人造的战争 或者核污染 但是总之 很多这些基督徒 会在那段时间陷在患难里面 而你不要希望陷在患难里面 会对人所产生的影响 对于这些在信仰上 心不坚固的人 患难已经足够让他们跌倒 患难已经足够让他们自私 明白吗? 到走难的时候 那些人就是夸着自己 又不会想着侍奉 又不想着付出 我可以听 就如我在一开始 在九月之后 我回来的时候 都不带大家分享 你要记住 你避难的时候 是能够同时使你自己避体 才有意义的 如果不是的话 在过程当中 在避难的时候 出尽了阳相 出尽了苦毒 不信 不饶恕 自私的话 你的避难使你不能够避体 你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你会看到这段说话 主耶稣说的是真的 因为末后日子的时候 这些灾难起头的时候 当人陷在患难里面 陷在迫害迫白里面 基督会对全世界 造成这么多的动荡的时候 是会导致很多基督徒 放弃他们的信仰 有很多人 尤其是 你知不知道 人最流行投诉神的名言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就是为什么 神为什么? 神为什么? 现在你就明白 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么多智慧 让我们明白 因为 就这么一句 为什么 已经导致很多基督徒 会离弃神 放弃信仰 因为他们对他们 自己活在那个时代 发生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 当他们不满意的时候 一句为什么 他们就下了地狱 明白吗? 所以我们的灾难 除了我们得人信主之外 我们使自己信仰坚固之外 其实我们有那么多智慧 那么多知识 在全世界在铲难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就真的流产 但我想给你知道 就是我们可以是顺铲的 我们可以是成为这个孩子的 虽然撒旦就算站在这个妇人旁边 想吞吃这个孩子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看到 在铲难的时候 主人书所给的这个形容 真是很详细的 详细到可以说令你很震惊 《马特福音》第24章 第6至第8节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抹其还没有道 民要攻打民国 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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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生为你祝发光辉 愿我心发亮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也许多 revolver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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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不能通过 为了亦能在上方的起头 一生为你祝发光辉 放入 Well,你也遇到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